来 我们请出三号女嘉宾上台约会 来 有请 大家好 我是来自盘景的 我叫刘树荣 今年58岁 我们三号女嘉宾是个健身的健将 刚才在密室里边说了 您有办法让我们男嘉宾在一个月之内 明显地能看出来身材发生变化 你用啥办法 多多炼 饮食 选一些热量低的高蛋白的饮食 在饮食方面要注意 其他就是多炼吧 这有福气馅 这有饭配的 那您平常吃饭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样的 肉是为主 肉 大米饭 馒头 面条 不 就是肉是居多 米饭很少 吃面食也就是包子 饺子 饺子 也是带馅 带肉馅的 对对对对 我们叔叔是无肉不欢 对对对 这你要跟他在一起 你可以控制他 他有时候胖人嘛 他就喝两水就胖 不 你控制也是能冰事儿 控也是能把管路主义的腿也得卖开 就是给他腿控制住 转他出去运动去 主食还是有点偏高吧 主食还是有点偏高吧 少吃包子 饺子 面调制 特别是晚上 多吃一些蔬菜 那你有没有几个动作呀 可以教他一下 来 我们女嘉宾比划上了啊 来 男嘉宾看能不能行 我今天穿这裙子就是不方便的 我跟你说 你就拿也要拿你那个健身动 男嘉宾这简单的动作学一下啊 单腿跳 来 1 2 3 4 5 6 7 8 男嘉宾可以上去教一下 对对对对对 就这学生这个水平呢 你觉得一个月能让他瘦点吧 一个月有难度 有难度 能瘦五斤不 五斤应该还是能瘦 能做得到 这个男嘉宾呢 想要减肥是很难的 对 因为他喜欢吃肉啊 不是 他有没有三高啊 他主要是骨育就没有三高啊 再通过一段短片啊 看看生活当中咱们女嘉宾是什么样 12721号女嘉宾刘素荣 58岁 盘锦仁 离异 姐姐退休 女儿已婚 有住房 在平淡中寻找惊喜 在平凡中创造精彩 大家好 我叫刘素荣 今年58岁 来自美丽的城市 潘锦 我原是一名油田家属 生活单一 不善交际 生命如平静的湖水 没有波澜 所以我努力 让日子能过得有滋有味 平时喜欢健身 偶尔去健身房 一待就是半天 喜欢旅游 喜欢看 山山随随 欣赏美丽的风景 心情无比舒畅 平时我也是个 喜欢干净的女人 料理家务都不是问题 可家里不值得再温馨 房子再整洁 身边始终缺少个 能陪伴自己的人 都说陪伴 是最长情的告白 我希望未来的日子 有你陪伴 爱的选择 我来了 在短片里边咱看到女嘉宾 有一个健身的动作啊 抓举是吧 对呀 这个动作你觉得难吗 不轻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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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咱现在 反正跟腰有关的事都难 你教练一下怎么怎么一个 哎呀 这飞了下 也行哎 这个就是两腿插开 两腿 跟肩起平了 插开 是不是啊 小腹的收紧 弄回哪去 力气你用不上去啊 深呼吸 小腹收紧 往下走 到哪儿啊 再说吧 再说吧 我们男嘉宾现在已经一脑子汗了 啊 没事 没事没事 回家慢慢练 这时候不一定费得上健身房 在家就可以练 他要是跟我能在一起 我能天天陪他跑步 我能陪他跑步 我们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吧 一百 一百分 运动男人嘛 运动女孩真的很累 你哪里挺容易说话 你才九十五 我不是行山港湾 也一说行山港湾 来 我们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 九十分 九十分 跟你差十分呢 这十分扣哪儿的 这十分扣哪儿的 我给他一百点赢 还需要健身呢 你用吗 你瘦两圈 是吧 咱咬牙瘦两圈 就是爱健身的人 对身材要求都极高 你这十分跟你讲的还去的挺少呢 那行吧 这就不少了 这九十分也算优秀了 对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